這次在岩萍鄉公所的辦理下 107年岩萍鄉秀爾記觀光行銷活動 特別在岩萍鄉文化祭祀工廠辦理 在6月4號5月5號一連兩天 契爾記是布農族一年當中最重要 更是最盛大的生命記憶 全鄉旅外的族人都會回鄉 本次活動內容包括有傳統的記憶展演 競技比賽 手工藝品 還有農特產品展秀等等 尤其在布農童萬250闖關區 你只要繳費250元 闖過5個關卡 包含有梅子吃醋 彈弓射擊 樹皮打陀螺 布農網美 槍笛製作 就可以獲得防水的文創後背包 以及現烤布農後切三明治 梅醋跟槍笛超過800元的商品給帶回家 想說三年前回到部落 想說因為我本身也有孩子 所以想說讓我的孩子能夠愛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在部落從事 就是慢慢地從孩子做孩子的秘密基地 所以慢慢地這樣子做一個遊城 讓孩子去體驗山林 原來我們的山林有這麼好玩的一些遊樂設施 原來都是山上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在這樣子的活動 就像我們的圖騰一樣 山腔 山腔就是 老人家都說只聽得到山腔都看不到山腔 他的意思就是我們年輕人就像山腔一樣 只聽到你們的聲音 卻看不到你們的聲音在部落 所以我們希望把部落的年輕人都找回來 所以有各個不同部落的 代表各個部落的族群 社群 士群 讓他們回到部落 希望能夠讓部落能夠更有生氣 這個是我們的願景 希望讓孩子能夠都回到部落 愛我們的土土地 另外 活動現場設攤還有鹽鹿峰 這是首次結合了鹽坪 鹿野 金峰三個鄉 一起來擺上市集 共同推動各鄉特色相當的特別 能夠了解我們布農族的社群的文化 四月份是我們各村的社群 五月份是我們全鄉還有全國的社群 今天我要特別感謝我們在這期間 我們的社群 我們的社群 我們的部落 還有我們各級的幹部 各個機關 尤其是學校代表會對我們公所做這樣一個活動的支援跟支持 讓我們在每一年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都有非常圓滿的豐壽的成果 也特別展現了我們鄉公所一直極力推廣的 就是要把我們布農族的社群的文化定義起來 鹽坪鄉鄉長胡蓉典也表示 鹽坪鄉的社群活動更是目前全國保存最傳統 持續舉辦最久的原住民傳統祭典之一 今年更讓不少來自各縣市的遊客 體驗到最傳統祭典 以及創意十足的布農童腕二百五 讓很多遊客都期待明年再相見